为何我会转做律师呢? 这个很多人都问了 首先要降级做律师 其实完全不存在什么降不降级 大律师的大字根本是一个既定俗成的称号 其实不是大和小的 只是做的范畴是不同 大律师专门是做一些诉讼案件 律师是做一些事务的案件 基本上大家有不同的方向 那我为何转做律师呢? 最主要我觉得大律师打得官司多 有时候会有个感觉 全部都是事后恐名多 就别人做过的事 如何去更正 或者是帮别人去辩护 如何可以洗脱罪名 洗脱了责任呢? 这个我觉得做着做着 就会比较负面和比较被动性 反而律师有时是前瞻性多 建设性多 如何预防有些事情发生呢? 这方面我觉得值得有 或者是视视不同的经验 而当时最重要的 因为大律师的禁忌比较多 包括不能够接触传媒 甚至不能够即时 或者是直接接到客户的生意 是需要律师的转介 那我有一阶段的确实比较多 希望可以做多些传媒的工作 所以在这方面 觉得是一个 可以试试看另外一个范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所以我们可以收2-3万 做普通的离婚 我们开始的时候 只是收997元 所以这个是 纯粹是帮市民为主的 而说起做律师 也有个抱负 希望可以把法律常识普及化 把法律服务平民化 而实际上我身体力行 我自己开了一间律师行之后 就一直是首先去卖广告 推出一些套餐 希望市民明白到 律师收费是应该有抱的 是合理的 是否可以说打死狗港架 这些是我推动了的改革 但是自不然有改革 也有一些既得利益的行家 可能不是太满意 于是在广告上 都不断投诉 或者是做一些 存在罪狀 想追究 我当然也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不适当的时候 就拍了一张比较高调的照片 当时是访考维臣航空的老板 Richard Branson 我看到这张照片 是卖一本新书 用个帖子 好像不穿衣服 其实是穿着泳褲 就推出一本书 我觉得这个帖子挺有趣 我觉得是40岁的时候 做一些挑战自己 来经本导的东西 纯粹是当玩的 但是玩的 有时是玩出火 要有代价 所以这个代价就是 给律师会加上我这张照片 加上我的广告 加上他们认为我 价格破坏这一件事 就抄了一碟 于是就 说我破坏行规 说我妥虚行业 最终的结果就是 要停牌一年时间 停牌当然也有很多好处 不是人生更精彩的好处 而是有机会 导致我后来重整 都是这个原因 有机会我再分析一下这一件事 各位朋友 假如还有其他任何问题 记得在下面留言 我们一有机会 会尽快跟你 再拍片 或者Live 打答你的问题 也都提醒大家 记得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 我会更加多资讯给大家 多谢你们